嗨各位小財神 今天大家過得都還好嗎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題 就是廠商不說的秘密 暗黑行銷術 那這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這蠻有趣的一個主題 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紹說 我買了一本書 這本我在成品看到了 然後我發覺很好玩耶 就是到底我們在買東西的時候 是否有可能是被洗腦的狀態之下買的 然後甚至買了一堆你根本就不需要的東西 所以這本書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所以我就買回來閱讀 那這支影片的分享就是說 我找了裡面三個我覺得很有趣的觀點 然後來跟大家聊聊 然後在你們在沒有看這本書的情況之下 你們也能夠理解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三個重點 那除此之外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你就可以自己去找來看 就是書局都有 我覺得真的還蠻有趣的 所以我才會做這支影片啦 希望你們也能夠從這支影片裡面去學習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第一個重點是 跳樓大拍賣的這一種 這種喧嘩式的行銷 你真的適合買嗎 所以我那時候 我這個標我就覺得說很重要 就是跳樓大拍賣的時候不要買 為什麼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要跟大家聊聊 這個點數里程是不是有獻祭 那你知道嗎 這也是我們的這個廠商所使用的這個暗黑的行銷術這樣子 第三個就是 口碑行銷跟排隊文化的現象探討 那口碑行銷我們都知道嘛 有點類似像是口耳相傳 叫大家去買東西什麼的 那還有就是 有時候有些街邊店有一些這個所謂的排隊的文化 那我們也可以來思考一下 這東西有沒有可能是廠商的人為操作 進而去影響到你的購買的意願或者是帶風向 這就是廠商不跟你講的暗黑行銷術 好那我們先進入主題 第一個就是跳樓大拍賣時不要買 為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你有時候就是騎車啊 然後經過某些就是店面 然後他們都寫說 那個即將收攤然後就是要倒啦 然後怎麼樣呢 然後就是趕快來就是買一送一倒數三天 老闆收攤或者是像講到期間限定 趕快來搶所剩不多買到賺到之類的 你是否有曾經在逛街的時候 因為看到這些那種大標 就是掛在那個人家那個店門口 你就跑進去看的 或者是什麼兩件七九折 或者是買一送一之類的 買三送二 好像這一種標題都會很容易的吸引你進去 然後甚至會讓你有一種感覺 就覺得說 欸我現在如果不減便宜是不是將來就沒有了 好那你會有這種所謂一點點的焦慮感 或者是好奇心 你就跑進去 那你甚至會不小心就買了 我覺得就是你可能不是不需要的東西 好那這部分的話我覺得 這的確是一個還蠻聰明的行銷操作 它會讓你覺得說 你自己本身是真的有興趣才進去買的 但事實上你是被那些標語給影響了 而失去了一些比較平常理性的判斷準則 因為你會發現如果那邊有一堆人都在裡面瘋搶 你一定會很好奇是什麼東西吧 你就跑進去 那跑進去之後你會覺得說 哇這個也便宜那個也便宜 好像你真的不買個兩雙就是 對過意不去 或者是買幾個東西過意不去 然後你就不小心就多買了 或多拿了一些你不需要的東西 好所以這就是那個廠商在經營這種 所謂的跳樓大拍賣的技巧之一 那你不得不說它真的很管用 因為連我有的時候不小心都會 因為這個東西吸引而跑進去看一下去湊個熱鬧這樣子 所以當你在看到那些廠商在寫到說什麼 跳樓大拍賣是不要買的時候 跳樓大拍賣的這個活動的時候 你最好是要警覺心提高一點 而不要就是隨波逐流 然後就是說大家都在那邊幹嘛 你就一定要去幹嘛 其實不一定 你還是要先去停下來冷靜一下想一想說 這個東西好像很划算但是真的適合我 我現在真的要花這個錢 其實不見得 那我在這邊講到了 這本書裡面其實講到這個問題就是所謂的恐慌感 因為有一些無良廠商它就是會製造讓你這個 心裡面覺得有不安的因素 那麼你就會覺得說 受到影響你沒有辦法正確去判斷這件事情 或者是這個東西到底適不適合自己 現在應該要立即擁有的 簡單舉個例子像我下面這邊寫到就是 比如說銀行的半卡又會倒數計時 那這個例子也很簡單 就比如說我們信用卡可能 像台北富邦J卡它的MGN活動就是7月1號到7月31號 8月起就真的沒有了 所以你就會看到這個寶可夢在線上就講 現在倒數三天了 倒數兩天倒數一天一定要把握機會 為什麼 因為他們所有銀行的活動都是有限期的 那也的確真的沒辦法 所以這的確也是一種就是某種程度的這個恐慌感 但是你還是要想清楚說這東西是不是真的有需要 的確有一些人也是因為他真的不知道這個資訊 所以我們PO出來的話 他的確是有受到提醒 所以他就可能會去辦這張卡片 但是一般人也許他沒有想那麼多 他就只是隨便看隨便看 然後發現說 好像真的現在應該要入手 所以就是在這個時間點之內上車 所以有時候就是做這種所謂的提醒貼文 還蠻有效果的 就是大家會在做一波就是趕上上車潮 但是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去回到雛形 就是說你是否真的需要這張卡片 如果需要的話你早就辦了嘛 不是嗎?那為什麼要擠在最後一天再上車呢? 所以我們的所有的所謂的MGM活動也是一樣 就是說它都是會有一個限制的 比如說期限限制 7月到9月是第三季 然後可能10月到12月是第四季 那有的時候每一季都有不同的活動 那大家就是要去抓這個時間來參加 就是一樣的道理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很常在新聞上面看到 新聞也是很容易知道恐慌感 就是說 儲蓄即將停賣了 趕快來搶喔 也是一樣啊 你真的需要這個東西嗎? 為什麼人家停賣 你就會覺得他就是 沒有拿到真的好可惜喔 但事實上 它又不是好東西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買呢? 好對不對? 那小七限量商品 比如說下午3點開辦 然後你就發現2點半就有人 開始在那個結帳困難那邊排隊了 就是等3點要搶 然後就等那個門市就是按 開始下單 然後你就趕快來跟他購買 你沒有排第一個 你還說不定買不到喔 這個我已經經歷過很多次了 有時候就是下午去買個東西 就發現 怎麼這麼多人在排隊 到底是在熱鬧什麼 好就是一樣的喔 就是 這個統一企業真的很聰明 他也知道要操作這種所謂的限量商品 他都跟你做好多宣傳 做好多東西 好多好精美的贈品在這裡喔 但是不好意思我們都是要搶的 所以你可能會搶不到 這真的是令人覺得就是有點匪夷所思喔 就是創造這種所謂的限量感 就是這樣子 那包括我們自己信用卡活動裡面 最常使用到的 每個月1號早上9點開搶的這個JCP18 也是創造這種所謂的限量感跟恐慌感 你現在基本上要燈都搶不到 我已經好幾個月都沒搶到 就是這樣子喔 那你當然覺得10%好吸引人喔 不過每個人都想要 每個人都想要多好幾張 那怎麼可能搶得到呢 在他那個整個名額沒有往上增加的情形之下 其實你的評寡不夠好 你就是一定搶不到喔 所以這部分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他也會吃到恐慌感 就是提供大家參考喔 這是我覺得這本書裡面講到的 一個很棒的例子 然後在生活中其實也印證了 所以當你在遇到以下這些情況的時候 想一想喔 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 然後再下手 那第二個要跟大家聊的是這個所謂的 點數里程的陷阱 你知道嗎 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他這本書裡面也有在針對就是 這一個區塊有的確有一篇完整的論述喔 他講到說 其實很多的廠商的開發 或者發行這所謂的集點卡 他其實也是一樣的意思 好簡單舉例來講 現在不是家樂福或者是全聯 甚至是頂好偶爾都會有這種什麼 消費滿比如說88元 或者是100元 或者是200元 就給你一點的點數 然後這個點數比如說集滿10點 就可以兌換一個烤盤 或者集滿20點的話 可以用加價夠的方式去兌換一個 比如說一個烤 比如說是一個鍋子之類的 好那你就會覺得說還蠻划算的 比如說 200元一點 那我準備20點就是花4000塊錢 那你就可以去用一個很便宜的價格 比如說299就換到一個什麼 法國或是德國的一個所謂的餐具之類的 那你就會覺得說 之前這個東西在後面買就要五六千了 那我現在就是4000塊再加一點點 然後就可以換到 就好像還蠻不錯的 那你就會在這段時間 你就就瘋狂的去消費跟累積點數 盡量達到門檻 因為他200元為一個單位 所以就是200 400 600跳 那你原本如果是只買200塊的 你可能就不小心買到 呃 撐到400或撐到600之類的 那其實對你來說 你都會造成一些無形的消費 就是擴張消費或浪費的情形 不要講說大家有沒有 我自己本身有時候就會這個樣子 那更何況是大家 所以你們一定要去理解到說 商人在玩的伎倆是什麼 這些集點卡的活動 就是它的背後的意圖都是這樣 它是為了要鞏固客員的忠誠度 推出來的系統 那包括我們線上所有的 比如說Happy Go點數 或者是LinePay的這個LinePoint點數 或者是拍錢包的PB 或是蝦幣 超虾的蝦幣 這個蝦皮購物的蝦幣 這些都是一樣的 就是他們這些點數都有期限 然後他們都有一套 自己的遊戲規則 這些東西就是要把你鎖在 他們自己的點數生態權裡面 並且就是不要逃底 所以就是一樣的意思 這些點數的陷阱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那信用卡的里程 信用卡送你的紅利點數跟里程 真的是幫你省錢嗎 這個也是我想跟大家聊聊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銀行的紅利點數 也是有它的有效期限 然後甚至是里程也是一樣 最高可能的里程就是2加3 就是5年的有效期限 那麼當你sign in 你參加了這個活動之後 你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你要花你的時間跟心力 來跟這個銀行就是 參加他們的活動 然後盡量可能 盡可能大量的去累積消費 然後去取得里程 或者是點數 然後在它過期之前 把它兌換成商品 或者是刷卡金之類的 其實它也是一個蠻累人的行動 那為什麼 你要就是銀行要推出這個 這個所謂的點數活動 也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它希望把客戶 牢牢的圈在自己的生態圈裡面 所以這是廠商不跟你講的 其實如果你用的是現金回饋 那你可能就沒有這所謂的 被綁在這個生態圈的問題 比較少一點 因為如果它是次期折抵帳單 或者是次期回歸到你的帳上 那其實你跟它就兩親了 就是沒有這個所謂的 一個很長遠的 這所謂的消費跟累積的 這個所謂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要 就是跟銀行的關係輕鬆一點 比較不要被這種所謂的 點數里程給限制住的話 那麼你的確使用現金回饋 之類的信用卡是比較好的 但是紅利點數為什麼 現在越來越風行的原因 就是它有一點大於一元的 這種所謂的兌換的 點數增值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它還是有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你一定要去清除它的遊戲規則 不然很有可能 你很開心的刷很開心的累積 但是你根本就不去用 然後時間到時候就過期了 那你不就是白忙一場嗎 所以絕對是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最後的話就是說 航空公司的里程跟那些 所謂的飯店的住房獎勵 它背後的真相是什麼 它其實是更進階的玩法 因為它其實就是要把你更圈在 在它自己的這個所謂的企業裡面 舉例比如說那個長龍航空 他們有自己的這個所謂的 會員籌兵計畫 那你飛的越多 或者是你的這個 飛行的時數越長 飛行的里數越長 那麼你就有可能晉升它的匯集 它可能有一般的匯集 然後晉升成什麼 白金匯集 或者是其他更高的銀卡匯集 或是金卡匯集等等的 那不同的這個所謂的 你的航空公司的匯集 會給你有一種不同的尊容感 然後再來就是 你在登機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事先享有 就是優先登機權 或者是你的行李 可以放比較多之類的 這些東西都是所謂的 航空公司製造出來的尊容感 那這東西的確很容易 就會讓你覺得說 我現在已經累積了 兩萬九千里的里數 那我還差一千里 我要不要就是飛一趟日本 或者是飛一趟香港 然後我就可以晉升成白金匯 白金匯員了 那就辛苦一點點吧 就在飛一趟 但是事實上 他的情況會變成是說 你根本就不需要出國 你出國總是要花錢嘛 幾千幾萬塊跑不掉 但是呢 你為了要取得這所謂的白金匯員 那麼你就一定要再花錢出去了 這是不是就是一種 所謂的擴張消費的情形呢 對 如果 因為你心裡面總會覺得說 如果我不升級成白金匯員 來做這些享受 真的很可惜耶 就是一種損失 但是我們話說回來 你是不是也沒有常常飛出國呢 那你沒有常常飛出國 你為什麼一定要去拿到這種 所謂的常飛的 常旅客的這種優惠呢 像我平常 一年可能了不起出國 一趟到兩趟我都已經快受不了了 因為出國很麻煩 大家都知道寶可夢其實是不喜歡出國的 但是呢 如果你出國能夠享受到這些權益 那真的很好 不過一般人而言 的確是不太可能說 一年可以出國的五到六趟 因為我們都要上班嘛 你常常請假你也不太可能 就是可以 就是如期的出國 所以我覺得像這些所謂的 常旅客的特殊服務 或者是白金等級以上的 這種會員服務 都是否那種真正的商戶旅客 然後才有可能去享受到的這個權益 那你也不要因為他們有這種 所謂的尊榮感的服務 你就覺得說 我也要 然後我也要去就是 掉下去 那當你不常出國的話 這些東西對你來說都是垃圾 因為沒有用 你就不用 甚至你要為了保急 為了要維護這個會急 你可能還要再為了它而 再多出國幾趟 甚至像日本航空有個JGC的 這個所謂的特殊的這個會員嘛 那它在台灣引起的現象也很有趣 就是很多人會為了要去取得 JGC的保急 或者是資格 晉升資格 他就會很瘋狂的 比如說做JGC的休息 休息的意思是從台灣飛到日本 然後搭日本航空就是 瘋狂的在日本沖繩 或者是日本福岡啊 就是這幾個大城市裡面 飛來飛去 就是他的出國的出去玩的 七天或八天或兩個禮拜 全部都在飛這些航線 他為了就是要把這個段次跟這個 這個禮數全部充到 這樣子他才能夠達到這個 這個會員等級 那每一年的話 可能就還要再繳交這個 所謂的五千里的 日本航空的禮數 然後來做這個 所謂的繳交保護費嘛 好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對於我們一般小資主而言 如果你不是常飛的旅客 世界各地到處跑的 那其實這東西對你來說 其實我覺得都是花錢的 這也是廠商不跟你講的一些 暗黑術 這是我今天看到的這個第二點的部分 那第三的話呢 我們來聊聊這個 口碑行銷跟排隊文化的現象探討 因為什麼是口碑 口碑行銷其實就有點類似是 寶可夢跟你講這個東西不錯 真誠推薦 然後你就覺得 好像真的不錯你就去辦了 但是現在寶可夢是全台灣 擁有最多信用卡的男人嗎 那我幾乎每張卡片都會介紹 難道你就每一張卡片都要辦嗎 當然不是嘛 所以所謂的口碑行銷 應該是指說 除了一般的KOL在做宣傳以外 你身邊的親友 是不是越來越多人在討論這張卡片 如果有越來越多人在討論 某一個現象的話 那其實也算是一種口碑相傳 所做成的效果 那麼這個口碑行銷 有沒有可能被廠商拿來做操作呢 這是你要去思考的 也就是說人家講的話真的都是為了你好 或者是說真的是真誠推薦嗎 這個你在接收這些所有的市面上的資訊的時候 你都要去想清楚 因為網路上大家都要討論的熱門信用卡 是否就是真的適合你的 我也發現很有趣的現象就是 在6月底7月初 這個年中一年的中間的這個時間點 還有就是12月底1月初的時候 一年的年底這個時間點 這兩個時間點都會有非常多的流量 跑來看我的影片跟我的文章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要在搜尋 就是下半年的審卡 或者是新年度的審卡 然後這時候呢 就會 大家就會非常的熱絡的討論啊之類的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然後你會發現 越多人討論的卡片 其實就是下半年 就是或者是下一個年度最棒的 最新的審卡 那你就可以根據這些現象 來去申辦自己的 覺得不錯的卡片 但問題是 就是這真的適合你嗎 或者是說 越多人在討論的這個東西 難道就真的是 對你來說是好的嗎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 像我自己本身主力是用里程卡 那里程卡絕對不會是熱門討論的選項之一 但是我還是有我自己的選擇 跟我想要操作的這個 這個點數累積的目的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但有沒有可能這個口碑行銷 是被操作出來的 有可能 因為銀行發行新卡的話 他們都會需要有人來幫忙帶風向嘛 所以他一定會找很多的部落客 或者是一些YouTuber來合作影片介紹之類的 那你有沒有可能是看了這些人寫的文章 或者是影片 然後來決定要辦卡 或者是開戶之類的 那你很有可能就是受到媒體操作 這就是那個廠商不跟你講的暗黑行銷數 所以以上種種的行為 你要一定要去思考 就是這有沒有可能是業配 業配沒有不好 但是如果誇大其詞 或者是講到了一些比較誇張的部分 進而去影響到你的正確的判斷 那就不對了 所以口碑行銷也是你要特別去注意的 人家如果是受了錢講的話 可能就不太那麼中立 那麼你就要有自己的判斷準則去知道說 這會不會是暗黑行銷數 這個你要特別去思考 那另外一個排隊文化 是不是也有可能被操縱的呢 我們會發現其實我們在夜市上面 或者是街邊店有一些就是很誇張 怎麼排了十幾二十個人在那邊 然後你就問前面的人說你在排什麼 他說我不知道啊 我就看很多人我就跟著排 這是正確的嗎 其實不一定 因為人類有一種很有趣的特性叫做盲蟲 就是你會發現很多人的地方 應該大家所群眾做出來的判斷應該是正確的 但當然八九不離十啊 那你可能就會試著一起去排 那你吃完之後你覺得好像也不錯 那你下次可能就會再來回鍋之類的 所以這個排隊文化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尤其是在我們的台灣 早期比如說像普世蛋塔 十幾年前普世蛋塔熱潮的時候 哇大家每一個人就是大街小巷 幾乎都好多店家都在開 都在賣這個東西 然後也成長 就大排長龍 所以你早期進入市場整理 的確是有可能可以賺到一筆錢的 但是後來就沒了 因為這個熱潮一過就沒了 那舉最近比較近一點的例子 就是像Crispy這個好像有一個 那個Donut的這個店 他之前好像是在這個 心意 心意維修那邊進行這個開張 所以那一陣子大概三四年前 我去看電影的時候 發現都好多人就這樣 常常排長龍 都排一個L型 都排到後面都要繞一圈了 我就想說這個東西到底有那麼好吃嗎 不過就是甜甜圈而已 這個Crispy Donut 那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那現在的話他就還蠻有趣的 就是說這個熱潮經過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人在排隊 然後他的店有原本的 對面的那個那麼大的 就是兩個這個 空間然後就變成就是只有一個 一個櫃位的空間 然後就是塞在對面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熱潮其實是會過去的 然後我甚至覺得說 那個時候的排隊文化 有沒有可能也是被操作出來的 這個還蠻有趣 因為很多人看了就會跟著排嘛 反正也沒事 排30分鐘都可以買到一個這樣子 還蠻有趣的 然後還有就是像兩年前一年前去年 在台灣開業的這個一蘭拉麵也是 一蘭拉麵一上線之後 就是在也是在新衣維修那邊 好多人都在外面排 徹夜排隊就是一定要去吃到 我就想說他不過就是拉麵店而已 為什麼大家會排隊排成這樣子 其實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這個排隊文化 他是不是有可能會被人家塑造出來的 那如果是廣告公司在這個操作的部分 他有這個所謂的走路工 他有發錢 然後就是讓你來排隊 營造出就是很多人的這個現象 然後不知情的人就跟著排隊下去 這的確也是有可能被操作的 所以你要看到就是如果很多人在排隊的部分 你可能就要再去思考一下說 他真的是很夯嗎 還是說他其實是被人家操作出來的 那再來再舉例的話就是 就是比如說在廣 你在你要找東西 你要找地方吃飯 或者找地方去玩的時候 你不是都用關鍵字做搜尋嗎 那甚至在Google的地圖上面 Google map上面 他有時候在這個景點下面 都會有一些幾星幾星的評價 然後下面不是會很流嗎 這個東西你也去想一想 這個星星數推薦數的部分 會不會影響到你想要去參觀或者是到訪呢 我覺得會耶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 如果給他都是正品好的評價 那我的確是比較願意會去嘗試 或者是真的把它排進去我的行程裡面 但你也去思考一下 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是被人家操作的 有沒有可能是這個廣告公司 或者是這個廠商自己去花錢 買了很多的人頭帳號 然後來充術的 如果你發現怎麼講 他就算是真的是充術好了 是濫於充術好了 是那個被人家堆砌出來的 但他有沒有效 他還是會有效啊 所以這個也是廠商不跟你講的暗黑行銷書 他只要把表面經營得很漂亮 很多人排隊 感覺上次排隊名店 有一點網紅網美在拍照 那你有沒有可能就會去光顧 就成為那個所謂的肥羊送上門 當然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去眼睛睜大一點 去看 去了解說 在這個世界上 在這個商場上面 其實的確有很多東西是被操作出來的 他也不見得真的 就是如你想像中的那麼的完美 或者說你看到的事實就是這樣 其實背後都是有被經過這個行銷公司 或廣告公司進行操作 或是廠商自己運用了一些比較不OK的這個行銷手段 然後來去獲客 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們在買東西 或者是在接觸任何商品的時候都要想清楚 那這本書 推薦給大家 因為他講了好多好多的故事 我只是舉了三個 我個人覺得蠻有趣的例子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自己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我也建議你去書局翻 或者是去買回來 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你可以學習到更多 就是暗黑心腔書這本書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在下面有這個資訊欄 有相關的這個所謂的購書連結 你有興趣你就點下去買就可以了 好 那最後的話我們來就是 重新整合一下今天講的內容 跟你講的就是三個 廠商不跟你講的這個所謂的秘密 第一個就是 跳樓大拍賣的時候不要買 為什麼 然後第二個是 點數里程的陷阱 集點卡的陷阱 是什麼 你要清楚 然後再聊了去玩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呢 就不要傻傻的被騙了 那第三個就是 口碑行銷跟排隊文化的現象探討 今天有跟你講了 然後那最後讓大家總結一下就是 盡信書不如無書 就是你與其相信寶可夢 你還不如就是有一個批判的精神去思考 這個 世間上所有萬物的到底到底是什麼 那包括這本書裡面 它也會給你一些很不錯的啟發 你去思考一下 看一下去想一下 你生活中的所有的購買決策 是不是都被廠商給影響了 那當然我覺得最好的情況就是 你自己買東西就是自己決定 然後不要受到任何東西的影響 那這樣子你才不會就是被當肥羊載了嘛 所以這本書是給所有想要省錢的人 一定要參考的一本好書這樣子 好如果你覺得今天的這個 心得分享很不錯 那也非常歡迎你趕快來訂閱一下 我們最新的一些省錢資訊 理財資訊都會在我們的頻道上面 跟大家分享 那也別忘了就是公開的按讚留言 分享給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 暗黑行銷數我們來破解這些廠商的話術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